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桑菊影 从方明上来看呢 山椰和菊花 这个方的也是吴菊通的方 吴菊通就叫吴唐 这个菊通是它的字 这个菊这个意思 大家知道菊通这个菊 是一个阁 然后呢 这边一个勺里边一个米 这个菊呢是有什么意思 我们后面要学一个方案叫做月菊丸 好 这个菊是指的是 玉色不通的意思 所以玉色不通的菊通 把它通了就好了 然后我们这边校园里边 不是修了一个教室的宿舍吗 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月菊院 好 就是你有不通畅的 心里边不舒服 郁闷的 住在那里边就好了 桑菊影 这个方可以和银跳伞对照来看 正如贵之汤可以和麻烦汤对照来看一样的 桑菊影的组织呢 也是一个外感 风热 外感中热并邪 但是它和银跳伞有所不同 银跳伞的不同是在于 它的位分症状 就物寒发热这些症状是比较突出的 而桑菊影的话呢 哎 这种身身身体发热的 物寒发热 这种症状是很轻微的 外感的邪气 不管是风还风热 它往往清晰的 一个是体表皮臭 对吧 在在表的这个这个阴位 另外一个就是清晰肺气 所以说银跳伞主要还是皮臭的问题比较重一些 所以有经节碎弹头齿这些类的 就帮助它的解表 肺气的症状轻一些 因此它就只有一个疾根 但是桑菊影不同 桑菊影它强调的什么呢 不是体表强调什么呢 是肺气的问题 因此对于桑菊影的组织症候里边 吴俊通是这么说的 它叫做半咳 深热不剩 这个人啊 只是咳嗽 咳嗽 但是呢 身体发热不重 说明什么问题 表错 体表的位分症状比较轻 主要是肺的问题 因为温热病邪自口边而入 清洗到肺气 尤其是清洗到肺落 就是肺的比较 清浅清洗到肺 肺脏 那么这个我们就称之为风热犯肺 它是主要的 风热犯肺 体表的 唯物风发热 或者说根本就不明显 它是一个表次 另外一方面呢 有伤筋的早期表现 可以有一些什么呢 口微渴 只是微微有些渴 所以这个伤筋 你的这个组织 它的重点就在于咳嗽 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 你不是说见到咳嗽 我就用止咳嗽的方法 你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 你要消除到病因 同时 同时你要去调节肺部的生理功能 它的病就是风热 因此从治保的表上讲 一定要有蔬菜风热的 但这个蔬菜风热 这个风热不是指的体表 而是指的肺系的风热 所以叫做清透肺热 清透肺落之热 咳嗽是因为肺气是宣 所以呢 宣肺止咳 双管几下 一个消除病因 一个调节肺的生理机能 用药呢 什么样的药能够体现 清透肺热的这样一个作用呢 清肺热的药物很多呀 石膏RG就是清肺热的 而且力量很强 对吧 但这个时候是风热泛肺 而且泛肺很清浅 所以咱们用的药物就是什么呢 用的是清透肺落之热的 就是用药也是非常温和的 用的是桑叶和菊花 这两个药物 节表力量强不强 你觉得菊花的节表力量强吗 你经常夏天的时候 或者其他时候 是不是泡点菊花水来喝 有没有谁泡这个菊花水喝下去以后 就开始出汗的 就开始有发汗 没有的 对吧 他们的节表 汗散的力量很弱 但是他们可以什么呢 清透肺落之热 尤其是桑叶清透肺落之热 桑菊这两个药物 那么针对什么呢 肺落之热 清肺热 剩下的就是调节肺部机能的 信任和菊果 数项废气 开圈废气 这种结构 就单纯从这一组结构 你就能够体现得出 体会得出 它比银枭散 止咳的力量是增加的 因为它本来组织的病激里边 是因为肺落之热 所带来的废气不利 所以这里边用的信任和极根 年桥清热铁毒 没有这个 咽喉的红绿肉的铜 为什么要用年桥呢 因为温热病鞋 发病及传面块 先安未受鞋之地 所以放一个银条在这个地方 薄荷 透表 清热透表 然后呢 这个有因的清热利烟 这个清热解毒利烟的作用 有因的利烟的作用 所以这里边也是考虑到 虽然说整个这个方 解表力量很弱 但是这里边还是用薄荷 在这个地方清地头 木啊这些用了一个薄荷 用颅根 可微可 清热生金 所以这个方的结构和银条的结构 其实是一样的 四个大方面都有 量散 就是通过新量透表的汉散 有 但是很弱 比如说像薄荷这一类的 是很弱的 清热解毒的也有 比如说年鞘 是吧 也有 清热生金的也有 颅根 然后主要的 就是在于 宣费这一块 宣费或者说 针对咳 这个咳嗽 蛋咳 就胜肉不胜 针对咳嗽这个问题 一方面去消除病因 清透费落之热 一方面 调节肺部气息 杏仁和极根 最后在雨干草 做一个调 所以它的结构 是和银枪散的结构 是类似的 只不过银枪散 更强调于截表 所以用了 经济碎数蛋糕齿 也更强调清热解毒 所以是银花联枪 同时在用 而我们这个地方 更强调的是 废弃不宣的问题 所以用了 解除病因的 三叶举化 也用了 调节肺部气息的 在极根的基础上 加了清热 因此银枪散的 结表清热的力量 比较大 桑聚饮的 它是表现出来 宣废止咳的力量 是比较大 这是指着 这两个方之间的 一个互相比较 你单纯说 桑聚饮 宣废止咳的力量 有多大 比起麻黄汤 宣废止咳的力量 要小多了 它只是相对 银枪散的脚比较大而已 好吧 所以银枪散 因为它是 结表清热力量比较强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 新娘之瓶记 中正平和 而桑聚称之为 新娘之瓶记 因为它透表力量是很弱 用的菊花这一类的 主要是清透费落之热 这是这两方的对比 这两方的对比 表现在药味上面 我们再来看 吴俊通这一方 它有内在的框架 内在这个骨架在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银枪 几根 薄荷 炉根 还有一个甘草 这五个药物是两个方 共有的药物 甘草主要还是在调和 那么我们来看 银枪是清热解炉的 几根 宣废弃的 薄荷是疏散解表 炉根 清热生丁的 刚好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这四个方向 对吧 我们讲的新凉解表剂的 外感温热并且新凉解表剂的 四个共性的制法特点 制法方向 那么这四个药物是建议到的 对于桑菌来讲呢 有杏仁和基凉配 所以呢 薄荷指头的力量更强 对于银枪散来讲呢 银花和联枪 清热解炉力量很增强的 另外 它的有蛋豆尺和经界税 专门加了一组 来去心存用的 心而为温的 解表力量比较强的 好 所以它解表力量更强 薄荷 刘邦子 在这个地方 清合解毒 立烟 结合银花莲窍 所以呢 银窍散表现出来就是 解表清热力量更强 这是我们讲的 桑菊瓶和银窍散 他们侧头点 血涉不同的 桑菊瓶基本上 没有什么解表的力量 但是是针对 费热 这个温热并且清晰费落 而带来这种效 带来这种咳嗽 效果非常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方 叫做新娘之重计 也就是说 新娘套表的力量 很强大 很重 很重 但是你一看这个方呢 这个方的出处在什么地方 伤寒 伤寒 伤寒的是 他针对外感 风寒这一类的 外感寒邪 这一类的 但是 他在温命学家手里边 这个方也用得非常的多 这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咱们不要去看这个方是谁 创造的 是在什么样一个背景下 背景下就创造的 这个方的药味 体感到这个地方 这些药味 他可以体现出来不同的功效方向 那么用不同的方法去控制这个方 它实际上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 我们来看这个方 四个药味 这个方 你们都不用记它的组成 对吧 全在方明上了 麻黄 杏仁 甘草 石膏 有些时候我们说 简单的说叫麻性石甘 或者麻性甘石汤 都可以 这个方的组织什么呢 它组织的是 注意它的关键点 是在于这个地方 鞋热涌费 它组织鞋热涌费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鞋热涌费呢 一般来说 可以是两个原因 比如在山寒里边 在张栋井的这个六金传绵体系里边 外感风寒之后 入里寒鞋入里化热 好 这个时候呢 表现出来是鞋热涌费 这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时候表正已经不重了 挟气入里了 好 这个时候化热了 表现出来是什么呢 肺热的问题 如果是外感温热病险呢 自考病而入 它也是首先清晰肺气 外感风热 油味及气氛 这个后面清气氛热的时候 老师可能会给大家去讲一下 白火汤一类的 好 那么这个什么呢 也是邪气 进入了人体的更深层次 所以带来的问题 一样也是邪热无废 所以它可以是外感风寒引起的 也可以是外感风热引起的 其实是外感风寒还是外感风热 它不重要 因为它的表正不重要 主要就是一个邪热无废的理政 就是这个方 你把它放在哪一类的方境里边 这个实际上历代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有的是把它放在清什么的 清理热的 清肺热的 是有道理的 那是有道理的 好 那么这个方 它的病基的重点在于邪热无废 至于是来自于风寒 还是来自于风热 这个不重要 关键是要解决邪热无废的问题 就好像我们面对一个人 我打一个比方 这个比方未必正确 这人一来严重贫血 快来不行了 你甭管它是因为出血过多造成的 还是生血不足造成的 先来输血 对不对 先来输血再说 所以这个地方 它的重点 并且重点在于邪热 用肺 因此 是要去清点 肺热 它可能还有表证 但是表证一定很轻微 风寒 还是风热的 不重要 重点在于邪热 用肺 所以从质法的角度来讲 那一定是考虑 根据邪热用肺的病机来 所以呢 它的这个质法 它的质法 是新娘书表 清肺 重点在于清肺凭穿 我们先看一下这些症状 因为对于药性的同学 我症状都讲的比较少 因为对于大家来讲呢 除非一些典型的 或者说生活当中容易出现的症状 那么其他的 比如说比较严重的病情的话呢 这个症状我都说的比较少一些 因为你们本来 从专业的设置角度来讲 你们也用不着这些 它的临床症候表现出来 因为它主要是邪热用肺 邪热用肺之后 表现出来的肺部的契机 伸张失常 所以表现出来什么呢 一个是深热不解 这个发热可以是高热 39度40度 发热很高 深热不解 可以兼微物风险 比如说它可能 高热的同时可能会怕的 那么这个我们说 这个有一定的物寒 那么它可能是风热或者风寒 没有完全解除 仍然有表位症状 所以还有物寒发热 当然一定是发热是最主要的 然后咳嗽气急 甚至于一道什么呢 鼻翼的煽动 这个肺热很重了 咳喘 咳喘气急 鼻翼煽动 那么另外呢 口渴 说明什么呢 伤筋液 肺热重 伤筋液了 无害或者是有害 如果无害 说明还有一定的表证 如果有害 要么这个表证是外感的温热病血 要么就是没有表证了 是因为邪热破筋外泄 他博白或黄麦和然硕等等这些舌麦的现象 也主要提示的是一个邪热拥肺 所以他的主要的病机 邪热拥肺 肺是于宣价 所以清解肺热和调节肺部气机 是质法的关键 表证不重要 但是呢 因为放在新娘截表记里边 所以咱们 教导让他谈到这个方的功用的时候 仍然讲了那个新娘书表的这样一个作用 关键是清肺平传 质法关键是清肺平传 我们来看这个方 四个要 麻黄 石膏 杏仁 甘草 麻黄和石膏 你说这个方 你说麻黄是新温截表的呀 是新温的 石膏那是什么呢 新肝 大寒的 它是新寒的 虽然有人对石膏的寒凉之性 有一些质疑 但是一般我们认为它是寒性的 新寒的 所以新温和新寒配合在一起 新 散是不是就加强的 它的寒凉 寒凉和它的温比较起来 实际上是制约了它的温 这也是一种去性取用 去性存用 其实这个时候主要还不是用麻黄的心 主要是用麻黄的开轩废弃 主要是用麻黄的开轩废弃 但整个方表现出来是什么呢 是不是良性的 因为石膏上还有一个 你看它的药物的用量 石膏的用量 是麻黄用量的两倍 比麻黄用量要多 要多 然后呢 麻黄是温性 石膏是寒性 所以总的来说 这个方法是良性的 来什么呢 来清点肺热 好 来清点肺热 但这两个药物用在一起 咱们教官也谈到了 麻黄和石膏配 又相互相成 又什么呢 又相反相成 又相反相成 像这种肺热 邪热这种肺热 而且是因为外感而引起的 真正清热 我们以后会讲清热气 清热气里边有很多种方法来清热 比如说你的理热症 这个人有个理热 你的清热方法有很多种 比如说 我们可以通过线下的方法 类似于大方这种 来清热 可以吗 这叫引热下心 对不对 扶顶抽心 那这是一种清热方法 也可以通过利小便来清内热 让什么呢 让热血从小便而解 尤其是这个人本身就有小便五黄 那么你这个时候用清热气水的方法 那么这个趋热效果是比较好的 还可以直接的清热 有热的话 黄情黄连一类的直接的去清 我们称之为苦寒 执责 直接的去清 还有一些清热 如果这种热 全身性的热相比较重 可以让这种热 从皮臭 稀稀外挡 发热很高 体弱反汗 汗处而散 全身发热很高 一发汗以后 哎 脉进深凉 那么这个时候热就退下来了 好 像石膏叫心肝大汗 可以解肌的 从肌肉 从这个层次往外 往外透散解热 麻黄开凑理 所以这两个在一起 他们解热的力量 也是比较强的 也是比较强的 所以这叫相辅相成 相反相成的话呢 哎 这里面有麻黄 有石膏之后呢 麻黄就不温造 石膏有麻黄呢 就不至于凉恶邪气 冰服邪气 好 这叫相反相成 所以这一主要 我清肺热的时候 尤其这个肺热带来的 咳喘比较重的时候 这一主要是经常用的 经常用的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麻黄和信任 麻黄和信任 哇 这个我们已经学过很多车 宣废频喘的时候 不管是表邪引起的 还是内伤杂病引起的 麻黄和信任 都是可以用的 一个开圈飞机 一个塑像飞机 我们后面会学一些方法 比如说定喘他 你听这个名字 定喘 这种方 就是壳喘很厉害的 这个方里边 就有麻黄信任这个结构 但是如果说 表正不做 麻黄一般不用生麻黄 你们学过炮制的吗 对吧 还没学到 但是讲做药的时候 会讲炮制 对不对 麻黄用什么麻黄呢 一般用炙麻黄 蜂蜜制过的 或者用什么呢 用麻绒 麻绒 麻绒就把这个麻黄 因为它的挥发油 它发汗 主要它的挥发油 包括一些生物件 这些麻绒 就古代的时候 把它放在什么呢 草籽上面 然后呢 拿对中去中它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里边清除了一些 生物件 挥发油 就被这些草子 就吸吐了 剩下的就是什么呢 就麻黄就刀身容 那么这个情况下 它的什么呢 它的结表力量就缓和 而它的 这个宣费频传的力量 得以保存 所以这是麻绒 所以这是麻黄和信任 然后呢 干草 做一个调和 然后做一个调和 另外像石膏的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石膏可以清热生 金 这样一个作用 考虑到了这个热生之后 伤经验的问题 所以这个方 我们这么来理解啊 我们可以这么来认识 就这个方理是否 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 三奥汤加石膏呢 好 首先我们说 从道理上讲 我不该 我从这个方济的原流上来讲 不应该这么来理解 因为三奥汤是宋代的 对不对 而麻性石膏汤 别人是 别人是张栋锦的方 是东汉末年的方 魏晋时候的方 所以说 不能这么去理解 但是我们 但是要用分析 我们原来是不是讲过三奥汤 对吧 麻黄汤的父方 把贵之力去掉 麻黄汤把贵之力去掉 说明他的表证不重嘛 所以才去掉贵之嘛 剩下的就是麻黄和杏仁 这个宣降废弃的基本结论 所以在三奥汤 你看 宣降废弃的基本结论 就像加上清洁废弱的时报 你看这两个加在一起 一个清洁废弱 一个宣降废弃 那你再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考虑 他不会无缘无故在一起啊 结合一起考虑 什么原因导致的 废弃不宣 或者是废弃上令呢 这边有清废弱的 那就是废弱引起了吗 对吧 这种理解实际上在我们现在来说 就很好理解了 那么这个方式 废弱导致的可喘 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废弱呢 不管是风寒 还是风热入灵 邪气 运废 所以这个时候导致的废弱 所以这个方来讲 清洁废弱的同时 宣降气息 直克频繁 效果非常好 如果说咳嗽 有痰 喘气的时候 同时痰又比较多 这个方可以用吗 如果有痰 咳嗽 痰黄 痰黄 咳吐黄痰 肺热吗 症破 这个精液 而成痰 这个方能不能用 可不可以用麻生吃干汤 有肺热 可喘 同时 肩有痰 黄痰 热痰 这个方能用吗 能 但是是不是不够 不够在什么地方 没有化痰的药物 所以在这个方式中 再加一些化痰的药物 再加一些轻热化痰的药物 刮楼 这个刮楼燃 就全刮楼这一类的都可以 都可以 包括像什么 被 雪窝窝 穿背 则背 对吧 这一类的再加轻热化痰的药物 如果说表症比较重 怎么办呢 比如说仍然间有风寒表症 你再加一 有同学说的对 你可以考虑一下位置 你再加一些解表的一些药物 如果是偏于什么 偏于风寒这一类的药物 你加贵枝可以 你加苏叶 加这一类的药物 金鉴 这一类的都可以 如果是偏什么呢 是这个表症是偏风热这一类的表症 那你就加什么呢 加薄荷 荧花莲窍 这一类的 所以它这个方组织病机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在于废热 废热引起的特串 所以遇到不同情况的时候 咱们可以不同的加点 不同加点 这个方整体表现出来是新凉的 但实际上主要还不是在透表 主要还不是在清肺 主要还不是在清肺 这个在小儿 儿科用的特别多 因为孩子一发烧 不管什么原因引起 很多人一发烧就开始喘 这个方在儿科用的特别多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新凉解表记的三个方 银翘散 新凉评记 桑菊尹 新凉之清记 麻西石干汤 新凉之重记 新凉之重记 后面还有两个方 一个是财格解极汤 一个是加点微瑞汤 这两个方呢 我这就不讲了 因为这两个方本身对大家来讲 也是不太要求的 方要求还是不要求 看什么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教材 咱们药学类的教材 你不要拿着本科的教材给我说 药学类的教材 在37页 思考题 这里面有9道思考题 思考题让你思考的 就是比较重要的 你可以选择现在思考 你也可以选择在考试的时候 来去思考 都可以 我简单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 麻黄汤 贵枝汤 在组成 功效 组制 方面 有什么样的 一同 有什么样的一同 麻黄汤的组成 所以你得背 这个我没办法 虽然我并不认为说 你们背了 能够有多大的好处 但是 但是如果里面麻黄汤 贵枝汤都背不得 那就麻烦 我记得有一次 很多年以前 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单位 用人单位 一个很大的医院的药房 还是一个军队的医院 然后呢 来来招人 招药学的人 招中药专业的人 其实很多人都想去 他们来的有点晚 好多同学都已经签了 尤其是那些成绩比较好的 都先签了 你知道吗 都已经和企业签约了 所以他们来的比较晚 你说来的早 不如来的巧呢 别人一来 其实剩下的都好 都没有签的 就实际上 可能都是签不出去的那种吧 然后呢 大家就很高兴 你知道吗 就是很好的机会 因为剩下能够去的人不多 他要的岗位还不少 然后别人就问一些 很简单的问题 你毕竟是中药专业的嘛 对不对 你要问一些和成药 你说 我要问一些汤药的 那个比较过分 但是我就 他们就问了一些 肯定要问一些专业知识 是这样的 你的专业知识不好 它不能够 虽然它不能够说明 你的综合素质就不好 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 你的学习能力 或者你的学习 它就不够好 对吧 我们不是说高分高冷 但高分至少意味着 在学习上面高冷 它并不意味着 在其他方面高冷 低分不是低了 对吧 但是至少在学习方面 它可能呈现出来的是什么呢 要么就是你态度不够 要么就是你能力不够 别人为了一些 很简单的问题 比如说问一下 麻黄汤的组成 沾口结舌答不出来 麻黄 甘草 谁都知道 甘草很多时候要用 对不对 答不出来 问一个六位帝皇丸 你们现在是不知道 是吧 很有用的一个方子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成要 治疗什么呢 治疗圣印区的 很好的方子 就像电视里面打广告的 对吧 纵景牌六位帝皇丸 然后那几个图片一看 择戏 对不对 等等等等 其实 这些东西都是很基本的 很基础的 好 说回来 这个方子组成 这个我不用说了 麻黄汤四个 规则双五个 功效 各自是什么 组织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 在冰激上体验出来 一个是外战红环表实 没有正气不足 一个是外战红环表须 外战红环表须 第二个 小青龙汤组织外含 离影之可串 为什么要配武 收敛的五位子和白勺 这个教材上是有内容的 能够 其实很简单 我们来打一个总结 也就是说 开中有和 散中有收 如果是答题的时候 你就打我这四个字 我还哪里没辙 你知道吗 因为你说对了 虽然我不知道 你理解没有 为什么要配武收敛的五位子 和这个白勺 你真的这么去答 我还不知道 我不能判断 你是对还是错 所以一罪从无 就是我怀疑你 我没有证据的时候 那我可能会给你全分 但关键最好是 你自己能够知道 到底为什么他们这么去配 九位西方方组织核症 配了什么特点 组织核症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外感风寒失邪的 同时煎油里 配的特点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大量的温造的药物 和什么呢 和含量清热的药物 一起的使用 使得它的温而不燥 温而不聚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它那个方向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以温散 温散为主 那么第二个是讲的 要备六斤 比如说它的分经论治 是它的一个配偶特点 第五 第四个信苏散 为何能够治疗 风寒的咳嗽 因为风寒咳嗽 外感风寒引起的咳嗽 它表现出来 一方面是风寒息表 一方面是带来的肺的宣酱市场 同时往往会兼有 弹食组肺 而信苏散既有新闻截表的 苏叶 前壶 生姜 又有能够宣降废弃的 极梗 止咳 杏仁 前壶 还有能够化痰 这个造势化痰的二神汤 前壶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是 为什么 你这么 因为为什么能够治疗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的用药 所反映出来的质吧 能够很好地针对 这个病的病基 外独产组织合症 虚人 外感 气虚之人 外感 风寒 外感风寒 失险 为什么配悟人生 自己在书上去找 银腔产组织 温病初起 方龙为何配悟 新温的 经济水淡肉池 去信 去用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没办法 对吧 但是你知道的是 因为我要在 我要加强它的 截表的作用 所以在大队的 新凉 或者说新寒的药物里边 去配入少量的新温制品 既能够达到比较好的 新凉透明效果 又不被新凉制止 那么这是 银小散和桑菌 在组成 跟效和组织方面的异同 我们开始讲的时候 是比较多的 最大的 组织方面的异同 是银小散偏重于 表症 偏重于 轻热解毒 偏重于 它的这个热 这个病激 而桑菌 主要偏重于 肺 因为 温热病激 比较清浅 信息肺落 而带来的 这个肺气不宣的问题 这他们最主要的 但是它的用药方面 也就跟着有不同了 好 桂枝汤 银小散的服法 有何特点 意义何在 你看啊 对于医学的同学 我们这块要求的少 对于药学的同学 我告诉你 这个肯定是重点 因为考试 你们和医学的考试 肯定不一样 当然考医学 要把你们考死 但是药学的 我们会比较强调 在用法服法 包括像刨质 等等方面的一些特点 所以什么香气大叔 去取服务播足 比如说 这个挫着吸收 石寒温等等 这一类的 那你要熟悉 那你要熟悉 第九个 从截表记的 新药研制提药 及研制方 举例当中 你可以得到哪些提示 这个一般来说 没有标准答案了 这个一般考试 也不会这么 这么直观的考试 你懂 好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那么 我们在这几个课程里边 我给大家讲到的 主要是 方济学的总论 它的概述部分 以及 各论部分的第一个章节 截表记 学习方济的方法 有很多种 讲授方济的方法 也有很多种 我相信 后面老师 讲授方济的方法 可能会与我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 那么我讲的这些方法 比如说 我忽略了 君臣佐世 我更强了 它的灵活运用 这一块 那么你在后面 看书的时候 你可以参照 我这个方法来 你也可以看看 其他老师 是怎么来理解 这些方的 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里边 在学习当中 注意没有标准答案 甚至于对于一个方的理解 它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我们不用把自己的思维 僵化在那个地方 对一个方的认识 对一个病的认识 但对病这块 了解会少一些了 总之把握一个 是需要比较灵活的 我们希望在药学的教学当中 能够给大家传输一种 比较灵活的学习 或者教学方法 对于方的一些体会体验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也会尽量去做到 不要太死板 所以这个是 咱们对于中药学的同学 在讲授方济的时候 我最后说一点这个内容 下一周不知道是张老师 还是陈老师来给大家上课 他们都是临床非常好的老师 相反我的临床是比较少的 后面讲的老师 临床都是比较多的 所以你们可以在他们身上 学到更多的内容 更多的知识 尤其是偶感小样的时候 尽管向他们请教就是了 好吧 这个课起到如此 那我们下课